你好 欢迎收看8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玉礼镇今年度的联合丰联节活动在今天登场 来自全镇有21个部落的族人及勇士舞蹈团还有乐团 用最热烈的歌谣展现出玉礼优远而且欢乐的部落文化 也延续族人心中最动人古老的神圣 活动中由陈昌生总会长担任主绩 引领着旗宇头目走上舞台 带着祭司用品向祖邻祈福 县长徐振卫也到场与族人统乐 每两年一次玉礼镇主办的我们联合公年节 看到我们所有的族人再次能够聚在一起 对于各部落文化还有舞蹈以及非常多的交流 我想这就是玉礼镇公所对于我们文化传承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部落与部落的提升 还有交流不断的努力 玉礼镇长江东城说过去许多 日子不论是玉礼或是部落多少都受到疫情的冲击 因此在今日可以看到神圣并且前行其福一时时 心中不仅充满了无比的力量跟感动 经过了十几个目前有17个的一个部落 看到每一个部落的不管是年轻人小孩子 把传统的部落的文化都能够把他的预涵都能够一一的展现出来 表现出丽与美 把我们的这个文化展现到最高的一个境界 逢年季在族人们而言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祭典 除了感谢祖灵庇佑五股丰收 也深具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